起诉第一罪人 真实的江泽民正在播出 从1999年7月20日起 江泽民发动的大规模对法轮功的迫害 是一场利用整个国家机器 针对中国大陆及海外数千万 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无辜百姓的犯罪行为 根据联合国1998年颁布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第六条 灭绝种族罪和第七条 危害人类罪的相关条款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 中国大陆诉疆案2000年8月25日 两名法轮功学员朱科明、王杰 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中国最高法院 提交了诉讼状 状告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 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 以及政法委书记罗干 迫害法轮功的违宪违法行为 此诉状经挂号信 寄达中国高检后 被告江泽民、罗干 亲自下令逮捕原告 两名原告于递交诉讼状之后 两周后在北京被秘密抓捕 北京居民王杰被抓后不久 被严重打伤内脏 放出后伤众不遇 不幸于2001年去世 香港居民朱科明被秘密判刑 五年关进了天津茶店监狱 遭受电棍、电击等酷刑 他曾在狱中写过六份申诉状 要求狱长转成国家领导人 但都被扣押 2002年10月22日 江泽民在美国芝加哥逗留期间 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等罪行 起诉到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 为了避免撞上正门上迁的抗议人群 江泽民不顾国家元首的脸面 不敢走正门而走了垃圾道 2002年12月13日 一份由法庭书记员签发的中英文 安排开庭时间的通知书 连同一封解释该通知书的中英文信函 以及相关的文件 通过联邦特快专递送交给被告江泽民 在中国北京中南海的官方办公室 诉状最初是外交部接到的 可是这封特快专递太特殊了 外交部既不能说查无此人退回原处 又不能随便签收 后来他们把信直接交给了中南海的江办 江办倒是痛快 大笔一挥就签了字 这件事至今还在中共高层被当作笑话流传 2009年11月 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 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起诉江泽民 罗干 薄熙来 贾庆林和吴关正等五名中共高官 要求被告需在四到六周内回应 法院通知书表示 若被告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徒刑 并附带经济惩罚 2009年12月17日 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做出了历史性裁决 就江泽民 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两名中共官员 当时美国港台两地的媒体纷纷报道 虽然很多法律诉讼被中共以豁免权和利益威胁利诱而进展艰难 中共和西方政界在表面洋装镇静 但几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 对江系血债帮的打击是致命的 第一 江系血债帮的主要方法是捆绑整个政府机构和不愿参与迫害的官员 而法轮功学员采取的冤有头债有主有针对性的起诉 有效的剥离了那些尚有正义感的官员和血债帮的捆绑 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将反对镇压的胡温习作为对立面 而且多次在他们出国访问时打出横幅表达善意 希望他们惩戒元凶 这导致了2004年中共最高层在讨论平反法轮功问题时 而发生的内斗 第二 江系血债帮虽然可以转移财产和办理亲属移民海外 但谁能保证这些财产在未来不被没收呢 第三 几年来一些年迈的前纳粹分子 在世界范围内被捕和审判给中共血债帮以可怕的联想 下台以后怎么办 老了以后怎么办 纳粹逃亡南美的老路可能不通了 第四 中共高层在法轮功问题上长期意见相左 胡温和他们的接班人背负不起上亿受迫害的中国民众的血债 更不愿为血债帮所发起的镇压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起诉直接和间接鼓励了体制内的开明人士对血债帮的压制 吴怡和温家宝在薄熙来被起诉后以不利国家形象将其贬下重庆 而这些最终导致了薄熙来今天的下场 根据法轮功人权律师团提供的资料 从2001年到2012年4月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 反人类罪 酷刑罪 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之国家或地区有 美洲 美国 加拿大 郭利维亚 智利 阿根廷 秘鲁 亚洲 台湾 香港 日本 韩国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欧洲 比利时 西班牙 德国 希腊 荷兰 瑞典 共有38名现任或前任中共官员被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 包括罗干 前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 政法委书记 薄熙来 前商业部部长 刘晶 前公安部副部长 前中央610办公室主任 李兰青 前国务院副总理 赵志飞 湖北省公安厅长 刘奇 前北京市长 夏德仁 辽宁省委副书记 吴关正 山东省委书记等 陈芝丽于2004年7月19日访问坦桑尼亚被起诉 罪名是在中国教育系统谋杀迫害法轮功 包括指使教育部门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诬陷与诽谤写入了小学课本 陈芝丽还被迫去法庭应讯成为中共高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在海外被起诉的多庄案例中 作为被告亲自出庭的投意力 2004年10月底 甘肃省委书记苏荣随吴邦国出访赞比亚被法轮功学员起诉赤上官司 他欺骗法庭说要上法庭表白自己 但是11月8日开庭时发现他失踪了 被控蔑视法庭罪 11月13日赞比亚警方发出了通缉令 经过十几天的越境潜逃 苏荣才失魂落魄的回到了甘肃 他说再也不敢出国了 这件事轰动了世界 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 反人类罪 酷刑罪 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中共官员之国家或地区包括 欧洲17个国家 美洲6个国家 亚洲包括台湾 香港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非洲 坦桑尼亚 法轮功学员以人身攻击 毁损财产 骚扰 诽谤 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的 中国使领馆官员有 美国 印尼 加拿大 德国 韩国 俄国 马来西亚 日本 菲律宾等地之中国使领馆或使领馆官员 法轮功学员并向国际刑事法庭 联合国酷刑委员会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理事会之前身 及欧洲人权法庭 国际刑事法庭控诉江泽民 曾庆红及610办公室的非法镇压迫害犯罪行为 通过这些法律诉讼案 法轮功学员开创了几个世界先例 第一 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世界最大共产党国家党魁和犯罪官员的国际人权诉讼 唯一与二战不同的是 在中共还没有倒台就开始了 遍及30个国家 至少有60名律师分部在五大洲协助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刑事控告及民事起诉 第二 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起诉中共总书记 第三 江泽民成了第一个在任期间就被起诉的国家元首 我们是在讲述一段历史 一段正在发生却不为同事之人所认知的历史 这段历史就像是一台大戏 演到了尾声 期待着结局 江泽民和中共是人类的一面绝好镜子 折射出的是这个星球上形形色色的状态和形象 无奈的 恐惧的 贪婪的 虚伪掩盖的 放纵欲望的 良知全无的 明火执障的 助纣为虐的 等等众生像 每个个体 每个国家 每个政府 每个首脑 都可以在这面立体的历史铜剑中 留下自身光彩的或不光彩的鲜活身影 这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也是一条通向未来的路 如何走出这条路是前所未有的实践 也是江泽民毁灭人类的过程 存在失败和成功的不同可能 既是历史的安排 又将由人自己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